大陸讲到电动车 大部分台湾民众只知道比亚迪 但其实理想最近不得了 理想第一个10分钟充电500公里 还是这个技术 然后另外呢 你看到它的这个营收 年增173.5% 销量翻了三倍 甚至给比亚迪都有了一些压力 它不是有款车吗 现在被人为神车卖翻了 所以这个过去的这个亏损 一下子之间全部米平 那它也是继特斯拉比亚迪之后 全球第三个做到了营收千亿 利润百亿的新能源车企 市值一夜之间飙涨了500亿人民币 填补了过去五年的亏损 还有一个让委员一起讲 就是苹果嘛 这个巴菲特也在卖苹果的股票 那欧盟执委会呢 对它处以18亿欧的反垄断罚款 苹果当然写一个漏漏灯的一个声明稿 碎碎念不支持这个决定 要提出上诉 但不管如何先反映在它的股价上 这个联四黑呀 市值蒸发了704亿美元 其实这些都是联动的 稍后回来我们让委员给大家解析一下 从这个华为手机到这个电动车 美国的强烈中国焦虑症 有道理吧 有道理 哎呀联盟都讲得真好 但是华春林回得更好 不过华春林蛮客气的 他只讲什么 那你的苹果手机你的特斯拉是不是随时把机密资料传回美国呢 他还没有讲 请问一下那些中国买了那么多波音飞机是不是提心吊胆 还有在其他国家波音飞机出了问题是不是美国突然间把他关了什么密码 所以才掉下来了 华春林没有像我这么凶狠 就回对他 你不怀疑吗 那我怀疑美国更多啊 中国的汽车显然是在上升的一个很强烈的势头上 刚才主持人说提理想汽车 今年2月26号到3月3号他们是一个礼拜一礼拜算销售量 排名第一的是问界 排名第二就是理想 排名第三的是未来 所以理想突然间冲到排名第二名 整个中国大陆的销售量第二名 结果就在2月27号 在香港股市让大家看到一幕傻眼了 什么东西傻眼呢 就是一天之内其他的股票都不太涨甚至跌 有一支股票叫理想 一天之内涨的26% 中国股市涨26% 这什么什么景观啊 等于颠覆了大家的一个想法 也就是大家对理想汽车突然之间发现 它是一个独角兽型的 一个突然间爆发的一个股票 应该突然卖得很好 那理想汽车这个家公司非常有趣 这个名字是因为他老板名字姓李 那名字叫想 所以叫李想 他就直接把这个名字用来当公司的名字 他本来就是一个新创事业的年轻人 他最早的是做一些网站 赚了钱 然后做汽车销售网站 后来发现老师卖一家车子 不过瘾刚才下手自己来做汽车 现在终于闯出一片天 所以包括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报告上也特别讲 我们的电池 我们的电动车 我们的光伏 出国成长很多 而理想汽车用的就是宁德时代电池 用的它最新的麒麟电池 所以他搞说我充电多快 那个宁德时代说加油加油加油 我会卖越多因为理想汽车自己没有做电池 但是它在车体的设计上面是有独到之处 因为他们这个老板 许是我们台湾叫做玩车卡 就是还会玩车那一类型的人 对车非常的懂 那其他的苹果被罚钱 可是好像罚太少了 如果是在美国搞不好更多 它卡到被指控 有触犯到反垄断的法律 它怎么反垄断呢 它就是所有的人 如果你是APP挂在苹果上面 Apple Store上面 然后你要收费 不管是听音乐看电影 你要收费的时候 那苹果除了说收费非常高 它分三成 它分三成以外 还有什么动作呢 就是故意在设计上 不准用其他的支付系统 只能用我苹果的支付系统 所以欧盟就抓住说 只能用你苹果支付系统 而且你又收三成 然后被有一家北欧的一个 音乐串流平台 叫Spotify 台湾好像也有 就告到了欧盟去 那欧盟做了裁定 赔钱赔钱 要罚款 问题是他还可以上诉 所以这个还未定之天 但也表示苹果光 从这个我们大家使用APP 然后直接付款 美副一笔他抽三成 这比黑道大哥还好赚 所以难怪被处罚 被处罚反垄断 这个没话讲 但是如果在美国的话 他的营业额更大 就可能不是这个金 YT也是抽三成 YT也抽三成 YT是广告性质不一样 这是我付钱买东西 广告这个不一样 你只要使用他的平台 就抽三成 所以中天才要做自己的平台 对 没事 亮哥讲重了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下载 中天按照 对 所以对这个 应该是没话讲 我想那个买果 我看迟早一定会被罚钱 再怎么上诉 只是金额大小而已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 当然苹果对照组 大家拿华为来对照 这个比亚迪对照组 拿特斯拉来对照 所以两相比较之下 你要原谅一下雷蒙多 他的焦虑是有道理的 华春莹讲对不对 我们的扫地机器人 也有国安问题 我们的玉米也有问题 大蒜也有问题 什么都可以扯上国安 但是你要能够理解 美国真的焦虑 老大当那么久 突然之间有个老二 紧追在后不得了 好 我让这个 接下来讲一下俄乌好不好 俄乌有些新的动态 当然第一个就是演习的部分 在这个芬兰挪威举行 对于俄罗斯来讲威胁性很大 等于是13个国家 2万多名军人 大军压境的概念 抵达他的边界 当然这个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立刻说不会做事不管 然后另外一头还蛮特别的 这个呢 我看到这个台湾媒体 真的不多 但是大陆媒体有一些分析 怎么说呢 俄罗斯最近宣布一个 这个汽油出口禁令 但中间他有一些豁免的名单 豁免是八个国家 都是跟他很好的 蒙古 白俄罗斯 哈萨克 吉尔吉斯等等 仔细一看既然没有中国 那当然我看到一篇 中国的分析了 就是说政治就是残酷的 我们跟俄罗斯 虽然这个关系加深加广 但是说实话 有一对小船 不知道哪一天 可能说翻就翻 每个国家还是把自己的利益 放在最前面 当然不是说 这就意味着翻 因为他这边分析很长 因为大陆通常是买原油 来自己提炼 比较不会买这个汽油的部分 所以他的影响是不大 但这个名单的豁免 没有中国这件事情 也引发了很多 大陆公众号的一个关注 还有很有趣的就是 梅德韦杰夫 普丁的心腹 讲了一句话 乌克兰当然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引发了很多联想 俄罗斯的企图 不只是乌克兰东部的那几省吗 还有这个东西非常有趣 俄罗斯媒体发布了一个讯息 一个俄罗斯的小兵对着媒体 大呼拜登是美国有史以来 最棒的一个总统 但你看到细节非常有趣 因为俄罗斯最近不是打掉了一个 美国的M1A1的主力坦克吗 这个小兵就说 就对着拜登讲 对着镜头 拜登总统 我们摧毁了这个美国坦克 我们是有奖金的 所以拜托你多派点坦克来 因为我们现在美国坦克太少了 我们不够 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去找 因为奖金很高 摧毁一量呢 我可以给你10%的佣金 然后那你怎么拿呢 建议你办一张我们俄罗斯的支付系统的银行卡 这个就是完全黑色幽默 然后最后说你真的很伟大 你是美国时尚最好的总统 希望我们未来的合作能够顺利 还有一个蛮残酷的 你知道乌克兰的一线士兵 现在平均年龄几岁吗 43岁上战场 年前全部打没了 对先讲就是俄罗斯这个汽油出口禁令 当然它上面的名单 事实上都是它这个 所谓的经济联盟的这些国家 俄罗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经济联盟组织 这几个国家事实上在这个经济上 欧亚联盟 欧亚联盟 过去对它依赖就很深了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变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绳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借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